你真的体验到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震撼 我去的那三次呢 基本上都是男生100个起跳 不是女生100个起跳 很夸张 然后那边什么人都有啦 就是欧美的人也有 然后德国人有听到 还有蛮多中国人的 香港人也有 不过我不确定是香港人 他们是讲广东话 所以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台湾人也是有的 就是可是台湾就比较害羞啊 就你在那里就可以直接问他多少钱啊 然后你可以问他做什么啊 你可以问他就是是不是 就是他的有没有整形啊 他的胸是真来假的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开放的 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 我们今天呢正式开启我们的曼谷系列 这曼谷系列呢 第一个要带大家去的就是12美咖啡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蛇美咖啡为什么叫蛇美呢 那这间咖啡店非常非常的有名 在我胡志明那个影片啊 就是误闯红灯去的时候 下面就好几个留言讲说 要去蛇美咖啡 曼谷的蛇美咖啡 经过我一研究之后发现 哇不得了啊 这个蛇美咖啡啊 并不是一间咖啡厅 它是一间全亚洲最大的 人肉市场 等等 只说BGM 哈哈哈 这间咖啡店其实 是大概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开始 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泰国的女生 在那里跟一些美国人约会 后来呢 久而久之就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蛇美咖啡你可以注意看哦 它的整个外形啊 是很老很老很老的 所以上面呢就有一间酒店 那间酒店呢就是给一些人 零食需要 一小时休息时间的时候用的 哈哈哈 既然是亚洲最大的人肉市场啊 那很明显啊 这里它承载着很多的历史 从刚刚有提到的美军一开始 在这里的包漆行为啊 关于包漆 泰国包漆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在 清迈 做一集给大家看 说真的 清迈的包漆 应该是比曼谷好玩很多啊 我有朋友跟我讲的 身为亚洲最大的人肉市场 我朋友告诉我 每年的10月和11月 是最多最多妹妹在里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9月份 iPhone发表新机 10月11月 那些想要iPhone的妹妹呢 就会去那里兼差 没有错 你没听错 那边所有的女生呢 都是兼差的 她们没有一个所谓的 乌龟头 不是乌龟头 乌龟公 乌龟公 鸡头 反正那个 她们就是自己自愿去那里 然后进去就等 男生来帮他们打疫苗 讲打疫苗好吗 但是我这次大概去了3天 那其实整个心情是蛮复杂的 因为里面很肉味啊 肉的味道很重 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安全性没有很高 就我就觉得 如果他跟你回你的酒店了 他拿了你的护照 拿你的钱走了 怎么办 你要找谁 对啊就是钱还是小事 重点是护照 所以我其实是很不太敢的 如果有去过舍美的观众 可以在下面留言下 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要去舍美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一进去之后 你就要买一杯饮料 啤酒也可以 可乐也可以 女生的话 他其实就没有强制要买饮料 我问了那边的人 他说他进来的时候 只要看身份证就可以进来了 所以还是蛮简单的 我们就往下看 看一下舍美到底长什么样 了, 看下人了 Cocacola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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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鸡蛋 不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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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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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舍美咖啡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震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就是100个女生在旁边 那以我这次去的时间我觉得他们是晚上八点开门嘛我在里面遇到一个粉丝被认出来 他跟我说有一次七点半去还没有开八点开门人最顶峰的时候大概是九点所以你抓九点前后十五分钟到其实都OK的就有点像是你去一个观光场所娱乐场所你去那边看蛮特别的它就是一个你人生不常看到的不常见到也不可能想象到的一个地方 那经过明察暗访 那我经过明察暗访啊现在他们的所谓的short time还是short clock啊就短钟呢就是一次性消费 基本上都是三千块三千块那他们的常中啦long time还是long clock啊有七千有八千我是觉得不便宜啦对于我来讲啦因为呃据我朋友说啦就是你带他回去之后你可能还要给他dexi的钱离开还要如果我加起来可能要多加个几百块吧那首先他安全性很差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接受啦 那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你进去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地方这样子的烂烂的那他有三个优点啊第一个优点绝对没有lady's boy刚有提到嘛一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呃女生需要给在门口那个人看你的身份证泰国身份证呢如果你是女生他就会标注女生如果你不是女生他就标注其他东西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还是优点算特点啦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里面 里面全部都是兼职的嘛你可以遇到有真的有学生哦有护士有上班族然后我这次有遇到一个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学生然后剩的应该是没有工作的我问了他们他们白天工作一个月大概是两万块泰铢左右那这里如果一天有两次三千块就六千块那他只要在这边几天就可以超过他工作薪水了 所以也很明显啦泰国是一个孝平不孝昌的国家可是我去的感觉是很纠结的第一个就是他真的很特别他很好玩就是你可以想象哦你知道是一件事就有人告诉你你知道是一件事你在网路你在游戏上看到那些画面是一回事你真的体验到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震撼我去的那三次呢基本上都是男生一百个起跳女生一百个起跳 很夸张然后那边什么人都有啦就是欧美的人也有然后德国人有听到还有蛮多中国人的香港人也有不过我不确定是香港人他们是讲广东话所以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台湾人也是有的就是可是台湾就比较害羞啊就你在那里就可以直接问他多少钱啊然后你可以问他做什么啊你可以问他就是是不是silicon 就是他的有没有整形啊他的胸是真来假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开放的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如果你问我三千块值不值得有点难说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如果是二十五岁以前的我可能觉得OK可是首先我现在觉得那边你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我比较考虑的是安全性安全性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啊那到底要不要尝试带一个走呢就看大家的想法跟心态跟心急不急啦好了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之后下一个影片会是曼谷韩式帝王洗脚是吗还是洗脸啊反正那个洗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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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还会带到 大家去看NANA日式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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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